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果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公司原创的动画 三件女主角的制作 本教程是一个全流程的制作讲解 从建模到贴图材质 到绑定蒙皮动作 最终导入到习惯室里面输出动画的整个全流程 这是一个在3DMAS里面渲染的一个效果 用的是3DMAS 2018阿纳德的渲染效果 弄了两个方案 衣服也是两个色 头发也是两个色 最后用那个看图网自带的那个简单的特效 简单弄了一下 这是虚幻式的效果 在虚幻式引擎里面的 灯光特意调的亮一点 这样也比较符合动漫的一个风格 比如琴时明眼那种 稍微明亮一点 这是脸部的一个特写渲染效果 用的是3DMAS的阿纳德的渲染器 这是JBUS里面的截图 我们的动画大家可以去B站搜索一下我们公司的名字 达邮道就可以搜索到两个意告片 就这两个 三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就是这个女主角今天要讲的 这女主角的截图 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教程整个流程的快速一朗 好大家都看完了快速一朗 现在就讲一下本教程的特色要点 好大家都看完了快速一朗 本教程涉及到目前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软件 比如JBUS 我用的是JBUS 2018 通过这个软件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如何用一个不太好看的一个基础模型 做成一个漂亮的美女模型 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我多年的美术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贴图部分我用的是SP 这也是比较主流的三维贴图软件 这章节中主要讲解了MAS 人物衣服的制作 还有身上的配件 SP 用来绘制衣服花纹 金属配饰 脸部贴图制作等内容 接下来就是3DMAS 2018 这块 在这章节中主要讲解了角色的头发制作 蕾丝腰带 还有阿诺德限仰器等知识要点 角色头发用的是面片加贴图方式来制作 这样是为了方便导入到引擎中去模拟 这是两张头发的透明贴图 这可以让头发可以更加有层次感 蕾丝边用的也是透明贴图的处理方式 还有就是从SP里面打出四张贴图 用阿诺德标准材质 还原SP的贴图材质效果 还有阿诺德的3S皮肤材质讲解 3S效果 这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在MAS里面蒙皮绑定 调了一个姿势 本教程最后的动画输出用的是虚幻式引擎 在这个章节中 讲解了3DMAS模型动作摄像机如何导入到虚幻式 还有虚幻式的地形拼击器 虚幻式还原SP贴图材质效果 3S皮肤材质效果 接下来就是灯光和太阳光映的讲解 这是做整体气氛的 最后就是整个镜头动画的输出渲养的 这个是最终在引擎中渲养的效果 接下来还有就是 拾不去这款植物软件的一些讲解 这款软件专门是做植物的 树啊花啊 你主角用到了场景中的树 就是用这款软件来制作的 好这节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给大家讲一下 脸部的美术基础知识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陆一虎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找一找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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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